要講笑話 沒有啦 其實來到我們三三廚房 當然是要做菜啊 我們當然煮完一鍋好吃的粥之外 當然還配做一個這個 適合吃粥的一些小菜 我做了一個這個非常好吃的叫 辣椒 青龍小魚乾 青龍小魚乾喔 好哇 好青龍小魚乾喔 來 剛好這個時間來找一個小魚乾 剛剛好 這個是糯米椒 還有這個是辣椒 花生 蒜頭 還有小魚乾 糯米椒是辣的嗎 不辣 不辣 非常好吃 它有香味但是不辣 對對對 非常 學老師它真的可以生吃喔 真的喔 糯米椒是可以生吃的 不會辣的 喔 我知道裡面塞肉那種嗎 我是怕很像 那是青椒 那是青椒 好 那我糯米椒呢 我這邊先來給它做一個切片的部分 對 因為來到我們三三廚房 我們當然是要用最好的這個規格 請大家吃喔 對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斜切 對 有五星級的嗎 感覺對不對 對 一定要 對 很難得嘛 對不對 我們這個老師來到這邊 來 糯米椒在哪裡買呢 市場 市場就有 沒有 市場一定有賣 我以為你舊姐說 要看我們三三廚房的網站 真的嗎 對啊 所有的答案都在先生 對 答案 我們來三三廚房網站喔 對 都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小魚乾的部分呢 我們要讓它回軟 所以要泡米酒 泡米酒 對 一般人家說 我就泡水就好 但是其實泡水的話 你會把小魚乾的味道洗掉 對 所以我們請美秀姐來小魚乾 直接米酒放進去 把它搓洗一下就可以了 要多少 就是把它蓋到一半的量就可以了 這麼大方啊 對 沒關係 因為這個米酒其實我們到時候是把它清洗 不然你用水的話是整個是滿滿的 魚會脆 喔 魚會脆 魚會脆 對 可以這樣OK嗎 對 可以 你就邊下去邊把它做一個清洗 對 其實喔 一般來講我們用米酒在幫這個 像這種乾貨類 浸泡的話 第一個 它酒我們常知道 酒就是有消毒的功能 去心解毒 所以 第一個幫這個魚啊 做一個這個 清潔的動作之外呢 待會下去炒的時候 當 魚遇到熱的時候 哇 那個酒香氣 對 就出來了 爆出來 對 好 那我這邊就帶點辣椒 如果你喜歡吃更辣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小的辣椒 哇 小的辣椒 對 對 辣椒越小越辣 越辣 越小越辣 對 喔 那個 有小魚乾又有米酒的香氣 對 其實你們可以聞一下 一般那個 你聞看它的 香氣 對 去心提味 而且你聞的那個味道 比較不會那個魚的那個腥味 好像什麼 這可以吃了嗎 沒有 太不行 它非常的硬 現在先讓它浸泡一下 待會炒的時候 它比較 會比較軟Q軟 對 好 那這邊呢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好 就來先炒這一道 這個小魚乾的部分 小魚乾 青龍小魚乾 對 來 小魚乾的部分很重要 來 我這個 這些都是後放 那第一個 先來 處理這個 小魚乾的地方 哇 好香 味道非常的香 好醉喔 來 但是呢 這邊裡面這個剩下的這個水啊 要把它瀝掉 是 對 我這邊來直接把它瀝掉 剩下是米酒 高米酒 對 米酒 對 粉筒在做這一道菜的時候很重要一點啊 就是這個魚啊 為什麼要用很多油去炸去過油 但是我們今天在家裡做菜啊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個油不要太多 不要浪費 大概兩湯匙的油就夠了 就這樣子 這是什麼油 一般的沙拉油就可以了 沙拉油 那這邊很注意一點喔 這個裡面的溫度要稍微高一點 如果你的溫度還不夠 這魚乾在裡面啊 煮太久的話 這個魚乾吃起來會很硬 因為它吸油了 那要怎麼看那個溫度到了呢 溫度到了很簡單喔 你可以拿這個一隻小魚乾試試看 當這個魚啊 放到裡面的時候呢 它馬上就是四周圍 很多小泡泡起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的溫度就是夠了 你可以看一下 哇 溫度夠了 馬上都是泡泡 你看一下 對不對 欸你剛剛緣了 演得很好耶 對 我現在很好耶 哇 對 它會撐到耶 怎麼幾天不見 你好會演 今天若失誤不在 我就比較放得開的 哦 原來是若失誤有傳送的 哦 哇 哇 好 趁這個溫度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炒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那個 魚香它會拌著一個酒的香氣出來 對 有沒有一個香氣出來 有一股海洋的味道 有哦 很香 對 好來來來 這個有多香喔 稍微讓大家稍微來聞一下好不好 來來 徐薇老師你是不是一定 因為說 那現在可以吃了嗎 對 我正要問你吃了 我想你可以聞看看一下這個味道 先聞一下 非常的香 讓它更熟 而且你會覺得 用這個米酒下去 魚的味道特別的香啊 對 更新鮮的感覺 好 那我們這邊 大概已經可以把它做一個盛盤 先把它取出來 好喔 對 魚的部分是這樣就可以了 第一階段而已 對 第一階段 我覺得旁得 今天晚上回去就會走 馬上就要做了 而且它 它物性很高 小魚乾的香氣 讓來賓都抵擋不了 因為它已經笑到可以劫持耶 這不用再做別的調味 你如果差點鹽 對 其實它這樣已經泡過米依舊了 其實這個魚乾本身就有一個鮮度 你這樣好意識嗎 你就這樣叫你一個人在吃 我要請這個美秀姐來 請他們一人吃一點點看看 只能吃一小時而已 一小時而已喔 對 怎麼樣 喔 這樣就很好吃了耶 好香 好脆喔 而且完全不會有腥味在裡面 軟硬剛好 這樣就可以吃囉 但是我們加上這個蒜頭辣椒花生 味道更好 好 來 利用也是大概一湯匙的油 把這個蒜頭稍微把它炒香 然後我們這個 紅椒跟青紅椒 全部把它放進來 對 來 快炒一下 對 其實這道菜 喔 好香喔 很簡單做耶 對 對 不會困難的 只有辣椒就那麼香 在這邊也聞到就那麼香 鯉魚乾香耶 非常的香 再把魚蛋放進去 好 這個時候瓦斯先把它關起來喔 是 我要來開始調味的 給它大概二分之一小時的鹽巴有點鹹度喔 這個鹹度是要讓這個蔬菜吃起來有鹹度 對 然後呢 給它大概也是二分 就一比一的比例也是糖 啊 糖喔 對 一定要糖 你為什麼要糖 乾味 要做一個平衡 對 甜甜喔 對 有點甜 對 胡椒粉 對啊 還要給你一點甜的味道 對 胡椒粉喔 大概也是二分之一小時就好 不要太多 這個時候呢 來 我還是在打開喔 來 拌勒 對 把它拌在一起喔 Max一下啊 然後呢 最後起鍋的時候 哇 來一點 嗆一點 來一點米酒 那米酒記得我們從鍋邊 鍋邊 給它嗆下去就可以了 鍋邊這樣子 讓你輕輕的 哇米酒好啊 發力有沒有 好 花生 最後再放下去 哇 花生不用炒喔 對 花生不用炒喔 對 就炒過的 對 炸過的那種花生 對 炸過的那種花生 對 炸過的花生 來 成盤了 欸 這道菜我們常常點耶 對 小菜那個 對 那個海產店什麼的 在外面一盤 其實還蠻貴的 可以自己做喔 那你倒不如自己在家裡面做 簡單 然後又貨 又便宜 你看有沒有 好大一盤 這樣還可以分送給鄰居 吃不完啊 對 好 我們這道菜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前 你 你這個要很吃吃嗎 還是 可以吃嗎 當然是有題目囉 當然是有題目囉 這白痴白痴的 瑋老師 你剛剛問了很多問題 都對的 但你要答對的才能吃啊 對不對 來 沒關係 宇柔 我都在站那麼久耶 你跟宇柔老師 沒關係 這個站久了 欸 那邊的腳踏步就是你的啊 好 鞋頭步 你看 我就說嘛 你一定可以吃 但是呢 重點是 你要答對的才能吃 好吧 那可以出題了嗎 好 好 問題是 在笑一口的時候呢 手發揚該怎麼辦 A 立即沖水 B 立刻烘肝 這不就是沖水 這個沖水它才好打 太簡單了 直覺就會沖水 然後睡起來 就直覺吧 對 直覺是什麼 好吧 他說的 這是B 烘肝 烘肝對不對 來 宇柴答 好 恭喜學老師 你答對了 這我們就說了 剛才我真的是烘肝 我幫你講一下 對啊 有人吃 有人吃 一般人可能就 有 記得 芋頭 它有芋頭鹼 它會讓你發癢 那是正確 但是呢 我們一般都是用醋啊 去把它做一個這個 清洗的動作 那還有一個 芋頭鹼最怕就是 酸跟烘肝 這兩樣東西 對 你可以用醋 也可以用烘肝的方式 把芋頭鹼把它去而已 所以恭喜學老師 你可以 謝謝 好 OK了嗎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前面的已經 這個指示燈已經結束了 表示說 我們人手已經完了 那現在開始要把這個打開了 打開的話 這上面有一個那個 浮肚法 對啊 老師你不要怕 我告訴你 一般人最害怕就是說 這個怎麼會爆炸氣 其實完全不會 我們這個浮指法 它降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到排氣的地方 對 記得喔 轉到排氣的地方 對對對 它氣自己就排掉 對 自己就排掉 然後輕輕的呢 手扶著 這樣打開 卡一聲 對 老師你可以打開沒關係 你放心 有事現在就爆了 對 對 輕輕的 對 打開 哇 哇 來來來來 我給大家稍微看 你看這 搖出來的 哇 你看一下那個 這個稀飯 好不少味的味道喔 對 芋頭看起來是真的透了耶 那我順便放點鹽巴給它吃 剛剛沒有放嗎 剛剛都沒放 最後 最後再調味對 因為鹽巴有時候放下去是不是會太濕 對對對 而且 而且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可以吃嗎 沒有辦法 喔 這一碗只有徐老師可以吃 只有小魚乾不行而已喔 沒有耶 西飯也不行 西飯也不行 哇 我可以吃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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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好吧 你已經長那麼高了 不用可以吃 等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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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我幫你拿 來 來 一起來 完成了 就完成了我們今天這道 芋頭鹹粥還有青龍小魚巴 好 煮到松軟綿密的芋頭丁一入口就化了 除了芋頭香氣之外 炒香的香菇絞肉以及化龍點睛的油蔥酥 都讓這一鍋鹹粥更加的誘人 快表開似嗆辣的青龍小魚肝 其實一點也不辣 莫名椒與小魚肝一起拌炒 搭著油渣花生以及香油 是一道很搭鹹粥的小菜喔 對 開動 開動了 欸 魚喔 聞一下就好了 聞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我來開動了 沒關係 我跟你講 我把口感說給你們聽就好了 真的 你們可以先吃一下 這芋頭真的很厲害耶 對 你知道通常要用瓦斯爐 它才能夠把芋頭煮軟 蒸軟之類的 但是瓦斯爐煮的時候呢 它因為你要不斷的攪動 所以芋頭它整個會浮化掉 但是我們這個鍋子 它是用高溫高壓 在短時間之間 讓食物的味道保留在裡面 而且它的形狀還是依然完整的 真的 煮得很爛耶 當你在說的時候 我的芋頭在我嘴巴 它已經融化掉了 喔 怎麼會這樣啊 而且啊 那個米粒也是 對 黏掉了 沒錯 而且你會覺得這個用生米煮的這個飯 跟用一般白飯去煮的 那個口感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還叫生米 對啊 為什麼要用生米 因為生米的話米粒啊 它會有點比較開花 你起來比較紮實 對 要讓米粒整個開花 跟你一般的飯煮過去 它是 就是無化是不一樣的 它是因為用這個鍋 才可以用生米來煮 對 一般的用生米 你的米粒看一下 都整個像爆米花一樣這樣子 是由內而外這樣爆開來的 其實有啦 以前其實以前的煮法都是用瓦斯爐對不對 對 然後要很久 要生米 然後很久 生米跟芋頭就夠你熬得很久 對 等一下有這種鍋真的很方便 對 三分鐘 對 來 我再幫你加一點小菜 來 我只要綠的焦 綠的好 它顏色好漂亮 對 顏色還是很漂亮 來 我也要 來 東師傅這個你幫我加一點 我知道都忘了 各位老師 你要不要混一下口感 形容一下嗎 我會問為什麼生米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米粒吃起來 跟平常我吃的西飯粥的米粒不一樣 它就是還有一粒成形 可是裡面卻綿綿軟軟的 對 那龐德呢 這跟車子有什麼關係嗎 羅拉一把在哪裡 不好意思 說實在 其實 許老師我們家從小是不吃辣的對不對 我們家是這樣 所以剛才看到這個我想 唉唷 我要吃辣的 很香耶 那說實在的 我剛才吃下去 那個辣有香但是沒有嗆味 對 感覺很舒服 我們是不太吃辣的人 我剛才看到有點害怕 對啊 其實我好喜歡吃辣 你也好喜歡吃粥對不對 我也好喜歡吃粥 知道你們二位都很喜歡吃粥 喜歡吃辣對不對 可是真的是 沒有辦法 但沒關係 你們終於可以吃了 喔 你可以吃了 你要吃我做的 是不是 不用擔心 馬上進行我們下個單元 向始終破三 拜拜 拜拜